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潔淨的能源去開滑比特幣 因為中國禁止了用電力去開滑比特幣 因為它是令到碳排放量增加 不是從事一些工業生產 對地球污染就不是一件好事 幾天之前薩爾亞多總統說 會將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 今時今日這個總統很聰明 他不但列為法定貨幣 另外他還運用天然資源 因為原來薩爾亞多有很多火山 很多火山有熱力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轉化去做電力 但是薩爾亞多的國家本身 工業又不發達 如果你用這些地熱轉為電力 再去輸出給其他國家 周邊的國家 那個損耗其實會是很大 亦都不化算 因為基建投資這麼大 反過來他很聰明 運用這些地熱的電力 可以做一些比特幣滑礦的能源 這些是一些百分之一百的結淨能源 有機會就像以前沙特阿拉伯 找到石油一樣 因為他有這麼豐富的火山地熱 令到他可以提供電力 在一些潔淨能源 是給他去挖礦 那就是說有機會他成為一個 挖幣最多的國家 這樣的時候是可以幫助到 他的國家是脫貧 甚至乎是變為富有 這個我覺得是一些聰明的領袖 懂得找到市場上的哪一個熱點 還有知道未來的大方向是怎樣 那我都對薩爾亞多的總統 真是零眼相看 今天想講的比特幣和地熱發電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